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台幣是重貶的 這貶值幅度相當大 快要接近兩角 有1.8角這麼多 這外資是不是持續的 在搬前離開台灣 這台股的部分震盪壓力很大 但為什麼今天最後是以小碟作收 今天是不是在國安月餅 真的來了 大口吃了 在這時候 能不能夠在中秋節之前 有國安基金在這裡 互盤 互航 會不會越有可能 台幣越貶 但是國安基金買的更多 待會請教專家 另外則講到了 台股會不會也有破低危機 台幣都破低 貶破新低了 這時候台股會嗎 有人說當台積電 真的宣布降財測的時候 才可能是最後利空 台積電會降財測嗎 這有這麼可怕 是危言聳聽嗎 待會好好解析 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再說到了 真的只有機優生 才能夠耐震嗎 尤其是中秋節前 怎麼選股 現在變數那麼多 誰是八月營收的續牆股 待會一一抓出來 告訴你能不能夠用力加碼 好 今天現場特別請到的是 玉堂 玉堂來了 玉堂好 建峰 建峰好 凱米好 大家好 還有庭浩 庭浩好 大家晚安 另外漢成 漢成好 凱米好 大家好 立刻來看台股今天表現 台股今天是開高卻走低 最後平盤小跌作收 小跌十一點 看起來好像不錯 但是其實今天暗潮汹湧 因為今天盤中台幣 台幣很恐怖 盤中是扁到了新低 台股的部分震盪拉回 以為連續三根黑K棒 今天雖然小跌 但成交量縮只有一千八百九十九億 外資 以為今天外資賣超會蠻重的 還好沒有 今天只賣了三十億 這近期幾天當中賣最少的一天 投信繼續買 買超三點九億 自營商則調節十五億 總計三大法案調節四十二億了 那看到了在今天週末 美股的表現 為什麼出現了大震盪 這是道瓊指數 週末原本反彈的 但是尾盤收跌 而且看到盤中還跌到了波段低點 有人說上個禮拜的美股開高 卻走低大震盪 今天是美國的勞動節會休息一天 今天沒有美國股市 但是為什麼美股會出現這種震盪 跟歐洲有關 因為在歐洲市場當中 大家都怕的這件事情 俄羅斯總統普廷 現在正式切斷了北溪天然氣管道 而且還說無限期 果然讓歐洲市場壓力暴增 爆表的通膨也讓今天歐股跟美股壓力都很大 那歐洲天然氣一天之內向上飆升 而且看到歐元一度有漸到貶值 貶到了零點九八七這是新低數字 另外也看到亞洲市場的部分今天大多震盪拉回的多 日本韓國還好小跌 但日經指數今天連四跌了 日本反而是航運股逆勢坐走高 而韓國韓元今天也是貶到了十三年來的新低價位 最近亞洲貨幣市場都不斷地看到外資在提款 而且看到貨幣進貶的壓力很大 日元韓元都持續貶值 台幣也是韓元貶到十三年低 今天韓國還要面對軒蘭諾颱風步步逼近 那我們才剛剛度過了這個颱風的影響 現在這個颱風往韓國走了 新台幣 新台幣盤中有看到三十點七七 這盤中是一度重扁超過一點八角 差點快要兩角 台幣為什麼今天扁得這麼重 但是台股居然可以小跌 國安基金在撐大盤嗎 看看今天全職龍頭股 似乎是 國安基金是不是今天能買超這些龍頭股 台積電今天逆勢抗跌 沒了台積電台股恐怕就跌了 雖然最後收盤是下跌的 但是還好有台積電還支撐的 上漲一塊收在四百八十六塊 鴻海 聯發科 中華電 今天對大盤指數都有些支撐貢獻 下一頁也看到包括有富邦金 國泰金今天持平表現 還有台速南亞 台達電 這些都是龍頭全職股在撐盤表現 似乎看起來都是大型龍頭股 另外大型龍頭股當中 有跌升反彈低位階的 面板珊瑚今天表現不錯 友達漲了零點五元 幅度還接近百分之三 十七塊四 南電 南電在ABF載板當中跌得深 今天也稍見直穩反彈漲四塊五 上漲幅度有將近百分之二 所以有一些撐盤表現 但是今年反而壓低在那裡 壓低在之前強勢的櫃買人氣股 今天櫃買指數開高走低收最低 跌幅高達百分之一點五 難道說之前最強的在中秋節前 會有人想要過節前先入貸為安嗎 這些櫃買人氣股的部分 待會兒會好好的減息一般 還能不能夠安全續報 還是說應該趕快的要入貸為安了 另外航運股 今天長榮真的是驚險 開盤一度開跌跌破了八字頭 最低跌到了七十八塊五 明天是他減資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但今天尾盤卻出現收漲 到了八十塊錢作收 上漲零點三元 明天最後一個交易日到底要不要參與減資呢 可能也是今天投資朋友要關注了 這個航運三雄今天就只有長榮是逆勢走高 守在八十塊錢 說到了台北股市 看看為什麼今天台幣重扁 但台股可以小跌呢 難道說真的國安月餅來了嗎 國安基金今天是不是大口吃 越跌越買外資越賣 國安基金越買呢 有沒有這種條件在中秋節之前呢 漢誠 我認為是有的啦 國安基金來講 應該有機會稍微去做回補 而且你看今天最主要還是在台積電 其實台積電來講今天算蠻穩的 你看利基電都破底 而且是大跌 連電也都是下沙的 那代表的是這邊國安基金來講 其實在中秋節之前 是有互盤的一個動作 有機會在這邊去做一個進場 稍微互盤 使得大盤有機會稍微止穩的一個情況 好似乎是今天看看 我們剛剛講到今天能夠撐盤的幾乎都是台積電 紅海 聯發科這些個股 還包括了像什麼南亞 台塑 甚至個股當然有國泰金 富邦金 今天反而也抗跌 但是呢 也有在講說是不是真的國安月餅來了 大口吃了 但是我們看到這兩天 在週末假期的時候 我們聽到國安基金操盤手阮清華在這裡提到了這次國安基金操盤 他跟上一次真的是大大不同 環境不同 還有包括反應不同 2020年當時疫情爆發的時候 國安基金互盤當時好像是三月 互盤的時候面對了股市的暴跌 然後市場反應當時的狀況是降息低利率 然後印鈔票持續救市 跟現在二零二二年盤跌式的跌法完全不一樣 這次的環境是升息高通膨跟縮減資金 好 所以阮清華次長說這次很難做 這次跟上一次互盤真的不一樣 所以方式跟策略都會修正 有人說這次的修正策略是什麼樣 跟上一次只有小小買相比 這次會大大用力的買 有沒有可能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其實我來比較一下2020年三月份那次的互盤 那這個背景是怎樣 美國股市大跌 哇 大家都非常恐慌 美國股市可以三次的被熔斷 還記不記得 哇 那時候都是一天跌個一千跌 然後都是大跌的 可是問題是那是擊殺 碰到利空擊殺下市的一個跌 所以他是那時候的背景還在降息 可能整個環境都還沒有到那麼好 降息又低利率又印鈔票 所以市場的資金很多 那碰到市場大利空打下來的時候 其實原本的動能是還存在的 只是恐慌性的一個下殺的一個殺盤 所以那時候國安基金動用才多少 一發生事件 然後公佈我要用國安基金進場 才動用7.57億 股價這個指數就往上拉了 而且拉了很快 對 才7億多而已 就拉升上來了 那代表說其實市場上那時候只是缺一個信心 所以當國安基金進來的時候一個信心進來 那市場上買盤就進來就拉升上來了 可是這次來講就比較不一樣了 他提到了是盤跌式的 因為畢竟來講沒有像之前那種擊殺的利空擊殺的情況 盤跌式加上現在是通膨 然後又在市場上收資金 然後又升息的一個情況 市場又認為景氣是下滑的 然後很多的市產業也都在庫存的一個調整 所以這背景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認為說這次他用的方法也不一樣 因為那次來講2020年 他只有用很少資金 然後就拉升上來 所以你看這次已經有一些資金進場了 可是他不公佈 他說十月份我才要公佈 可是看樣子是應該是有一些資金去做進場了 可是剛開始的時候也是迅速拉了一千五百點 可是最近來講又盤跌下來了 代表說他其實時光背景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也認為說這次的策略也會不一樣 所以動用資金應該會比2020年多出很多 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我們再看一次 兩千年十月那一次 那一次國安基金動用多少 動用一千兩百二十七億 而且指數是一直在跌 還沒有就算國安基金進場 指數都還沒有跌 那是從一萬點左右下殺到低點三千九百五十五點 所以那波的跌勢算是也很重 而且這時空背景在哪裡 是在網路泡沫 使得整個景氣是下滑的階段 所以跟這次來看的話 似乎有一點類似 所以認為說國安基金這次的進場來講 也許這個資金進場的部分 可能有機會超越到那時候的一個機會 這次會不會動作比較大呢 今天有沒有 玉棠今天有沒有大買 今天的這種台幣重扁 盤中一點八角快兩角 但台股只有跌十點 今天有沒有國安基金買比較多的動作 中秋節錢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 因為過去台幣大扁 外資一定大賣 當然今天外資賣的或許沒想像中多 但是今天全值股都很撐 所以我覺得至少國安基金掛低護盤 不敢說他會往上推 底部他是有撐的 所以他是掛低在護 他沒有在拉 我覺得一般來說 不會這樣積極的拉伸 因為畢竟他是護盤 只是怕指數呈現不理性的崩跌 如果按照他們的一個操作的策略來講 也是不能隨意拉伸市場 這樣也是影響市場行情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底部是有護 那其實我覺得從今天大概 我會比較解讀就是有點利空出鏡 因為感覺新台幣像大扁 台股可能是要疊個一兩百點外資 然後大賣等等 結果沒有 對 其實今天看起來 好像這個盤看起來就是風平浪靜 所以我覺得看新台幣會讓人害怕 但是看加權指數的部分 就不用太過悲觀 好 那你看看 其實這兩天的消息很多 我們雖然再碰到一點颱風的影響 還好沒事擦邊球 但是在國際市場當中 可是龍捲風的在捲 拜登這個週末說 考慮加碼 限制美國企業投資大陸的科技業 這個市場上大家就怕了 又有更大的緊縮 甚至保護主義嗎 另外 半導體跟出口的惡化 台幣盤中中扁快要接近兩角 這是我們盤中的恐慌壓力 還有這個禮拜 禮拜四 中秋節前 報爾主席又要開金口了 上次講的購音 讓整個國際股市跌得七雲八速了 這一次又要再講話 會不會更陰呢 所以我要問問這個玉堂 那這樣看的話 現在怎麼看 到底中秋節前可以買股票嗎 我覺得可以的 可以啊 因為剛剛談到這全都利空 當然利空裡面呢 我大概簡單掃一下 比如說 限制美國投資大陸科技業 大家有談到嘛 前一陣子一些IC設計的轉彈 反而有受惠了 然後你說台幣重貶 當然它兩面刃 但是外銷股 什麼汽車 零組件 傳產業 這些收美金的 他們是好的啊 從上半年財報很多有匯兌收益啊 然後日元什麼負利率 日元續貶 有些很多電子業成本來自於日本 然後俄羅斯斷這個天然氣 但是反而造就一些化肥的這些 農糧概念股 他們有漲價的利多 所以乍看之下這些是利空 但是換個角度來講 台場是有受惠 第二個就是我開始談到的 新台幣算了這樣扁 但是家權指數看起來慢慢走穩 所以我倒覺得 其實大家講中秋變盤 中秋過後 或許這個這麼多利空環繞之際 也許中秋回來 會有不一樣的樣貌 好 但是這禮拜 要特別留意算 只有四個交易日 但是上週強的 會不會開始提早變 有人要收帳 有人要結帳呢 我們看看貴買指數 今天家權是抗跌了 小跌十一點 但是貴買指數 今天大跌跌了三點 這幅度高達百分之1.5% 上個禮拜大家還看這個貴買指數 天天衝高快要到兩百點 但今天這一拉回 幅度1.5% 也出現連三跌的拉回 那會不會反而原本強勢的個股 會出現有一點結錢的結帳賣壓呢 我們看今天台半 上禮拜很強 今天跌 波若薇 中天 還有劍橋 台康生 永昕 這些都是上禮拜很強的 甚至創波段高的 怎麼今天拉回 連展投控 下一頁可能也有看到個股 當中什麼劍達 這些個股出現拉回 好 那劍鋒問你 貴買指數今天這樣拉回 這禮拜會換小型股跌嗎 好 基本上來講我認為小型股 尤其是上禮拜漲度的個股 可能會稍微去修正 稍微去清洗籌碼 沉淀籌碼一下 但是原則上我認為貴買指數的月線 應該是有支撐的 畢竟月買指數的月線 目前還是往上走的一個情況 或多或少都有支撐 不像家圈指數 其實家圈指數跟貴買指數 兩個線圖比較的話 其實家圈指數弱很多嘛 基本上均線都下彎了 月線下彎 但是貴買指數並沒有啊 只是說 它在漲多的情況下 這個資金一定會輪動 那我上禮拜 或是之前有買到賺到 很多生計股很漂亮 網通股很漂亮的 今天這樣的一個拉回 可能還賺 但是明後天我要不要賣一趟 我認為破個股來講的話 破五日線可以先出 因為其實如果說 例如說生計好了 其實很多個股的一個股價 生計的股價 離五日線的乖利率 可不是離十日線 離五日線就有15% 那你這種個股不回檔 不先出嗎 因為他一拉回 要去修正那個跟五日線乖利 可能就拉回15% 這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蠻多的獲利嘛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你的 從下面到上面來講的話 如果你已經是獲利的狀況 其實拉回到五日線乖 我覺得是可以先出 我覺得可以先出 好 接風上來告訴大家 我們看看 但是呢 這是之前強勢什麼生計股 但是看看 臺灣一百指數 中型一百指數最新做的調整 調整新增的個股是什麼 他就把生計股加進去啊 美食北極新藥業 今天北極新還很強啊 對不對 還創高 美食好像最後有點漲多拉回 但是今天美食有個大力多 他的藥在美國可以開賣了 對 沒錯 怎麼看這個中型一百指數的調整 還是加進去很多中小型個股啊 那我們下一季 還是可以看呢 還是說他們只是短線上的調節就好 但拉回早買點 好 基本上來講的話 當然中型一百的一個成分股 他納入這些一定會增加一個 買盤又進去 大家也知道說 也不要說這中型一百 你看最近投機發一堆ETF 就有一個持續性的買盤 那我認為他納入這美食北極新藥業 這很明顯就是以生計為主 但是我認為你還是要去看 各股未接來投資 那當然啦 你說這種強勢股拉回 我認為你量縮拉回到實現 甚至你說量縮拉回到月線附近 去做個震盪整理 清起充滿的話 其實他們還是會有機會 但是你說像利基電 利基電這種最近在破底的個股 我就不建議大家太快去做進場的一個動作 他今天是在加入在中型一百流 但今天重疊 今天重疊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現階段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這個需求還是比較疲弱 那你說利基電 甚至你說像聯電 這比較偏向成熟製程方面來講的話 目前整個消費端的需求 還沒有說有實質性的提升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就不可以隨便的 這時候在破底 你沒必要去跟他接到值 講到利基電其實它雖然加入中型一百 但是它是被台灣五十剔除掉的 對 沒錯 所以今天的疊是因為 被台灣五十剔除掉 加上它本身其實 我覺得我剛才說的 它消費端的產品還沒有 需求還沒有提升 我說實在的話 你就算在那邊等它亮度 它一根藏火吐出來 那時候再去追都還來得及 對 那時候再去追 不要接刀子 對 不要去接刀子 不要摸底 基本上我個人的操作比較偏向 往下走不要摸底 往上走你要去追我覺得都是OK 是可以 對 是可以的 好 就是不摸底 以現在來講 要切記 今天不要摸底 好 刪除的有翼龍店 連帽永豐金 勵志 葉輝 後補的當然有一些 但我們先講前面 但是呢 講講說 其實第三季也到了中秋節後 就剩下最後幾個禮拜了 我們把第三季熱門股 漲幅最強的風雲榜列出來 今天來看看這些 這些都是第三季 如果你有真的是買到賺到 好厲害喔 你是股神喔 你有沒有 輪飛大漲幅度高達百分之兩百六 金橋漲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算到今天了 晉鴻 全友 台端 這都是前五名第三季 居然在這種行情當中漲翻天的 高麗威懾 名望石 北極新藥業 剛剛有 艾地亞 劍達 陳炎 東哥遊艇 華興光 百炎 華金 陽明光 台齡 何一 重情 這些強勢股 但今天有很多是拉毀的 漲多拉毀的 其實這些個股來講 蠻多個股在最近都開始去面臨個修正 例如像輪飛來講 輪飛來講 其實最近他的股價也是比較偏向修正跟拉毀 跌兩天 兩天黑八 所以我說這種強勢股到五日線就可以先出 沒必要等他到十日線到月線 好 但是到十日線的時候 到十日線的話量縮 那這次他跌破了 沒什麼用 那最好月線支撐的話 在這邊再看一下 如果說在月線這附近能夠守住 或許他還有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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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機會 只是說在短線上來講的話 大家一定要記得 股價離均線的乖離過大的話 就暫時不要再去做追加 那個都比較短線過熱 短線過熱股價就容易震盪 好 待會回來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我們從這張績效表風雲榜來做列出 就請劍鋒告訴大家 這些如果你手上有的 真的好棒棒好強 但是現在到了第三季的季底 中秋節前後 你到底還可不可以安心續報 誰在這裡該留 誰在這裡可能該放手 馬上回來告訴你